呂祖在民间相忧很高的声望 是八仙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 相传他行走各地时 经常伸背一把长剑 神威玲玲 剑术通神 但呂祖的剑并不会拿来随便杀人的 《唐才子传》中记载 呂祖曾经笑说 无仙人安用剑 为所以断称爱烦恼耳 意思是说 我是仙人怎么需要用剑呢 这剑是用来斩断贪嗔色欲和烦恼的 而他的气度和风采 也可从所留下的诗作中 窥一得一二 请看这首收在全唐诗中的 《赠礼得诚》吧 《九重天子还中贵》 《五等诸侯门外尊》 真似不一狂罪客 不叫性命属乾坤 大义是说 高坐在九重宫殿上的天子 和那些诸侯们 都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了 但是又怎么比得上那个身穿不衣 能够日日坦然喝酒 不求名利的平民呢 这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人间的执着 得到了大自在 他的命和运都已不受这个人世间所限制了 不叫性命属乾坤 这是何等的气魄呀 真是仙家本色 世间流传吕祖既是旧人的故事很多 所以每年的4月14号 吕祖圣诞之日 他的庙宇都香火鼎盛 这一天正当热闹非凡之时 忽见有一男子贵球相挥 匆匆离去 吕祖因见他泪流满面 并跟着前去探看 只见他到家后 割下一块手臂的肉 将香灰和臂肉一起煎汤给父亲喝 并对着天助导说 请求上天垂帘他 家穷无钱买药 只能割臂就父 祈求使父亲早日病愈 吕祖心想 这等事情在一般人来说 可称余孝 但总是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便查问了土地公 知道他叫叶百明 是一个一贫如洗的韩式兼医生 他德性善良非常人厚 但却深信愚笨 读了二十年的书 却连普通文字还写不像样 他平常替人整病 赚些迎头小利 用来孝敬父母 吕祖就想办法 在他家种了一株香草 叶百明闻到后 忽然智慧大开 锁开的麦岸 无不切合病情 一上时间 叶百明神医之名 就远近驰名了 不上三年 就成了当地的巨父了 因此人人都说 吕祖必能使人得财得富 所以大家就争着前去 吕祖的庙中烧香 但因地小人多 即得水泄不通 所以乡人就称此举为亚神仙 但人们总没想到 吕祖庇佑叶百明 是因为她的德性善良 宅心仁厚 而且虔诚行善 如今世人 却把主因丢开一边 专想得她这种 发财赐福的果报 增成了本末道志了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 融会着佛道两家的修炼文化 其内涵和思维方式 对于中华文化有着极深的影响 巴西恩的神话传说 在历史上深受民间的喜爱 也给后人留下了 凡人修炼得道的无限向往